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立刻派人去请全空寺的宝树大师商议对策 宁缺到学士府向曾经夫妇赔礼道歉 还特意让桑桑选购了很多礼品 可曾经根本不领情 坚决反对桑桑再跟宁缺走 桑桑执意要和宁缺在一起 宁缺明确声明他有优先权 准许桑桑逢你过节回来和父母团聚 曾经夫妇气得大发雷霆 桑桑急忙跪倒在地 第一次喊他们爹和娘 老两口激动的老泪纵横 宁缺来到后山看到师兄师姐们也都在场 他赶忙恭恭敬敬下跪失礼 宁缺定睛一看 没想到夫子就是那天和他一起喝酒的酒友 宁缺心里较苦不迭 他不但酒后发疯对夫子戳言不逊 而且还把自己入魔的事说出来 断定夫子绝不会侵扰他 宁缺吓得连连求饶 夫子当众宣布暂缓举行拜师礼 让宁缺好好反省一下 罚他到丝固崖闭关 等他彻底想通了再出来 如果一直想不通 就在那里待一辈子 好了 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请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